臺灣2020大選至少有上百家外媒 超過210名外媒記者在臺灣官選與報導 大選激戰倒數4天 北市立委選戰兩黨明星吳一農對決蔣萬安 在外媒持續聯繫下 吳一農舉行國際記者會 美歐亞洲外媒接連提問 對話議題從兩岸關係 中共干預 反滲透法 香港抗爭 下架無私懷 國防改革 科技保護 產業經濟青年投票 外媒最後問到 臺灣媒體集中報導候選人外表 是否感到政見被忽略 吳一農向外媒強調 臺灣大選的意義 反映中國大陸民主化的願景 而且拒絕中共一國兩制的臺灣 正面臨大好機會 可以選擇更好的道路 現在是一個很關鍵的時刻 這是30年來 應該我們沒有這麼多的資金 願意重新再投資在臺灣 把握這個機會 重新轉型我們的產業結構 製造更多的就業機會 那實質改善我們的薪資的問題 那有了經濟的安全 有更繁榮的國家 我知道大家在政治上 在安全上不會有任何的分歧 外媒記者表示 很關注臺灣民主 如何處理假訊息和操控的挑戰 從外媒關注的程度和議題 吳亦農認為這反應 臺灣越來越是國際的成員 民主夥伴也將共同應對 面臨的挑戰 所有民主陣線的國家都碰到了問題 表示其實我們在面對這些問題上面 我們會有很多的朋友 很多的盟友 很多的夥伴 也跟我們一起來解決 新唐利亞太電視 持千里張東旭 臺灣台北報導 añ東 4 4 8 7 9 9